游戏最终内容之前 我们会在内部重新的完整的检测一遍 有些内容有点像是《终于妖》转业拖床 像MMO的游戏比如《倩女》 这种游戏和正常的互联网的产品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功能特别杂并且特别碎 然后我们需要并且各个模块之间会有很大的关联性 比如有可能一个我们比武的一个迭代 有可能会影响到家园中的一个装饰品的正常的功能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对每一个功能点都特别熟悉 对于是否有质量问题的判断 尤其是新功能的质量的测试 我们会高于行业的标准 每次产品更新之前我们都会对游戏进行一个深度的兼容议测试 在新的迭代内容投放之前我们会进行完整的测试 一个新场景我们会用角色跑过地图上每一个点 防止有玩家不常去的地方会出现穿膜之类的现象 当程序的话它可能就是我们整个游戏的一个基石 它保证我们所有的内容能够比较流畅的运行 那我们希望是玩家能够体验到一个更好看的好玩的游戏 也不会因此带来一些手机滑烫啊卡顿这种情况 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次做完版本的时候 都会发某些成人的黑图 其实这才是传统啊 每次做完毕了之后测试完都会点披萨匙 然后公司旁边的家披萨店差不多就是我们养活的了 吃的都多了 睡的都香了 收了时间 学到了好多了 天校的速度变快了 我的体质变低了 越活越年轻了 哇 我变胖了 这次迭代以后 因为游戏里面的长家人外都变美了 然后就感觉自己整个人的一个室内都变高了 对玩家的一个体验 还有对游戏的认识更加的深刻 经过这次迭代 我发现我的头发变得更浓密了 秃了 随着游戏迭代 角色越来越美了 我已经变得更浓密了 我已经变得更浓密了